《创世纪》 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创世纪》第23章 这一章记载亚伯拉罕的爱妻撒拉 他到活到127岁的时候就安息了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需要为他准备一块的坟地 好能够安葬撒拉 我们一直想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 他将会得到一个的后裔 而且他将来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撒拉一样多 而且上帝要亚伯拉罕看全地 整个迦南地要赐给他 让他走这个土地 当他跟罗德分开的时候 上帝要走遍那块土地 然后对他说这些脚掌所他之地都要赐给他 而虽然是这样 上帝的应许是如此的告诉亚伯拉罕 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等了很久 才有了以撒那个真正要继承上帝应许的那个后代 那以斯玛利是不算的 但是我们也没注意到 其实亚伯拉罕还没有真正拥有他的土地 他是寄居的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 他虽然是非常尊贵 他在这个赫人的面前 要求来买一块的坟地的时候 他就向这个赫人表达说 他是寄居的在第四节那边 那么请求他们就给他买一块的土地 好安葬撒拉 然而这一个的赫人是回答亚伯拉罕说 你是我们中间一个尊贵的王子 你可以选最好的地来安葬你的死人 那这一个的表达其实也没有否定 亚伯拉罕是寄居的 他虽然尊贵 但是他还是寄居的 他是外人 他没有土地的拥有权 虽然这个赫人很客气的 包括接下来有一个叫做以弗伦的 当亚伯拉罕要求 以弗伦把那个的地 卖比拉洞 还有地还有洞 这个周围的 那个的范围 都卖给亚伯拉罕的时候 这个以弗伦也说 他可以随意用 就送给他 以弗伦能够送土地 这就说明以弗伦拥有那个土地 而亚伯拉罕并不是真正拥有的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等了那么久 才得到一个的儿子 要继承产业 但是这其实只是那个应许的开始 因为上帝应许 他的后代要很多 暂时只看到一个 然而亚伯拉罕 还有另外应许的一边 就是土地 那亚伯拉罕其实一块都没有 他寄居在当中 他很尊贵 他很多财物 他有这一个的家丁 三百多人 好像军队一样 但是原来他只是寄居在别人的地方 他什么时候拥有第一块的土地呢 按照创世纪的记载 就是在这里 他向赫人 像这个以弗伦 买了拉比拉洞 还有那个周围的土地 要在那个地方来安葬撒拉 原来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第一块土地 是坟地 而这块的坟地就奠定了 将来他们要回归到这片的土地 在前面的经文 上帝其实也经预言 将来他们的后代将要离开 但是他们有一天要回归到这片的土地当中 亚伯拉罕是把这一个的记录下来 记下来 我们看到在后面的经文 他不要在迦南地一带 为他的儿子娶媳妇 所以为以撒来娶一个的妻子 但是当他要安葬死人的时候 他并没有要求他的仆人 把撒拉送回到他的家乡 我们看到就算在今天 有些时候在别的地方安息去世 我们还会要求要坐飞机 送回到故土 盼望能够安葬在自己的家乡 华人都有这样子的观念 有些老人家生病在医院 他们要求能够回家 能够回到自己的家 然后在家中安息 这是华人或者亚洲人 可能拥有的一些共同的情谊 但是亚伯拉罕全没有 他知道他要这个土地 就是上帝说应许给他的 那么安葬就安葬在这里 这是亚伯拉罕第一篇的土地 我们看见这一个上帝 亚伯拉罕的应许是非常奇妙的 他要等待到最后得到以撒 不是以斯玛利 不是用自己方法的 他要他等待 要赐给他土地 但是却赐给他先从一块的坟地开始 而这块的坟地就成为安葬撒拉 到最后也安葬亚伯拉罕的地方 而这奠定了 他当他安葬在那边就奠定了 这是属于他的地方 而且不是别人给的 是他用钱四百十克了 买下来这块的土地 我们看到他不愿意上帝给他的赐福 是透过赫人送给他的 他愿意用神给他的祝福 他有银子要去买下这片的土地 而他要成为这片土地真正的拥有权 感谢上帝 这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行星 竟然透过购买坟地 我们看到上帝要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要这样子来去 好像盖章这样 好像一个的却具一样 让他要当这些土地 还有土地的范围 迦南地 要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 上帝有他行事奇妙的方式 就是我们要用星星的眼光 来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用星星的眼光来跟随你 我们不要忘记你的应许 不要忘记你的话语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